书记上回接说着一段雍正剑侠图 上回书咱们说到子官道任邱夫卿 这个邱夫卿他欠关斗的人情 老建个关斗时常不在家呢 他上家里都给帮忙 他这帮忙还不是名的 按着 因为他跟老建个关斗啊 是很要好的朋友 官老爷子呢跟他望连交 时常的呀 到他的小庙里头来盘缓盘缓 那他怎么帮关斗的忙呢 就是老建个也时常不在家 他晚上没事呢 就上关宅去转转 他不进宅院 围着关家呢转这么两圈 一看呢太平无事 他就回庙了 暗含那是一份保护的意思 那么就是金斗军义工 红林红远太这般人这么些日子在关家闹 邱福清就不知道吗 说邱福清就准占得了这些人吗 也未准 但终归是个帮手 这些日子 邱福清病了 那人吃无垢杂粮没有不得病 咱们竟说 健可侠可多的多的能耐 他的身体比寻常人呢 要强点 但也不是不得病 老道邱福清的武艺不错 可是呢 这些年呢 也上了几岁年纪 偶感风寒吧 没在意 哪知道啊 转轻为重 说现代话 不重感冒 这些日子 天天身上发懒 哎 但敢这些日子呀 他没上关宅去 关宅已经不可开交了 那他怎么样呢 他就是这两天刚好点 猛然间想起来 关老健可离家可有些日子了 很长时间了 我呢 这些日子啊 哩哩哩哩呀 小一个月 这个病啊 就算是好历史了 不如今天晚上啊 我上关宅走动走动 我看看有无动静 这个书啊 巧就巧在这地方 整改今天的他出来 李老远呢 就看见 二银贼合家哥俩 合良合睿 搭理女的跑 书中代言 咱可就接上前文书了 就是白龙侠女啊 金宝林 那 那求福庆 不管他是不是从关家跑出来的 断合一声把路就给拦了 您琢磨琢磨 何良何睿 那个能耐 跟求老道没法比 乍一动手啊 十一击击溃 这两个小子 自知不低 想捡这便宜呢 没捡上 可就把呀 金宝林扔到这儿 独路而走了 老道救人的心切 也不十分的追赶 把金宝林搭回自己庙里头 啪一口凉水 给喷醒了 诉说以往 这才知道关家大乱 老道一听 祸这欢了的 感觉这些日子 我没上关家去 这关家乱了 那我得去 他是打算呀 带着金宝林奔关家去 刚出门 碰上关斗了 关斗跟董爷呢 正往家走 快到家了 小土地面 离着关家 才几里地 那就已经到家门口了 一看 邱不经在门口站着 嘿 关也挺高兴 怎么 还没到家 先碰上故人了 刚要打招呼 求不经跑过来了 哎呦了 爷子 您可回来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您先上庙里见见这位吧 白龙侠女金宝林 见着关爷 关爷一瞧 这是多年前 搭旧的这个女孩子 现在已然一满出师 江湖上赫赫威名 白龙侠女了 你怎么跑得 求了到庙里来了 说我是在您家来的 物重啊 韩玄教的汛香 多亏这位 道也搭旧 现在 您家里不定乱成什么样了 天光已亮 咱们赶紧回家 几个人晃动身形 眨眼之间 到了关键 牛河啊 正在为难 万没想到 官爷 董爷 一块回来了 白龙侠女也回来了 还跟着一个子官道人 众多的侠剑客大伙凑在一块 诉说以往 可把官爷气坏 官爷心了话说了 金斗就凭你 也敢趁我不在家前来搅闹 你就不想想 我老爷子有回家那一天吗 所万幸的这金斗 这么些回来 他没动这官家老太太 他要动这官家老太太 官斗当时找他就玩命去 官斗说行了 慌慌了 既然我已经回来了 家里呢 也没有什么大损失 线下啊 咱们一块啊 就去找金斗去 任凭他那有什么样的人物 有我跟老董在 还含糊吗 到时候就凭我 手中一口宝刀 就凭老董 他的拳脚 董爷一听 这是没完没了啊 哎呀 这道出来 让他少得我一路啊 董爷呢 有苦说不出来啊 那眼睁 你铁球丢了 那怎么办呢 听着吧 我陪您一块找金斗家 啊 行啊 剩下人满在家里头 盯着 牛河说别见 说去的人也别太多呀 是家里也别留太多 您二位不加来啊 我总嫌着人手不够 难以维持 也赖弟子无能 即使老二位已然回转家中了 咱们就好好的策划策划 这其中能打的可就不少了 除了董官二剑客 那是人间的 往下数啊 牛河 白龙侠女金宝莲花纯 子官道人 求福清 这几位 可都不错 这武艺都很说得出去了 咱们呢 家里留个两三位 看着我师娘就是了 剩下人都跟着你一块 找老贼金走去 哎 也可以 大家伙呀 不能说这历时就走 总得把家里安顿安顿呢 这一白天啊 可就过去了 那份意思呢 今夜晚睡一觉 明天再去 当夜晚正在休息 可就听见房上有动静 你要在关斗几位想啊 该找省事了 别等我们找你去了 必是金斗啊 要勾勒什么人物前来再次搅闹 咱们是心仇旧恨呀 一块算 今儿就今儿个 趁着几位都在 人手也够 各量家伙各展其能 咱们是跟金斗决一死战 可内中的牛河不这么想 牛河这些日子很为难 师父不在家 自己带着这几位 勉强保住这个关键 现在仰仗的老师回来呀 他一听房上有动静 是心急如焚 为什么 可家里都有惩妖子了 拽自己的刀 纵身行可就出来了 宁身上王一桥 一道黑人已经跃墙而出 牛河心了话说 哈瞎子 既来了还想跑吗 你折腾够日子了 这些日子 把我们折腾的不善 打呀 不天天叫嗡吗 关斗老小子怎么长怎么短 慢说是你牛河 就是你师父回来 把你如何如何 这话那就说的没边了 就是我师父回来了 来吧照亮照亮吧 比划比划 怎么跑了 他压刀就追 投了这黑影啊 还是越跑越快 牛河是越追越紧 追的不离不计的呀 像那个牛河 你追不上人 你就应当知道 别再追了 为什么 就追上也拿不住 就即便这位啊 武艺不如你 当时动手一时乐拜 他凝身一跑 你还是追之不及 你还是追不上人家 可是一旦显出这个角力呀 比他快来了 那人的武艺 想必也不会差到哪去 说这人呢 神不练就练跑 那人也不多 所以牛河呢 竟想着立功 压刀紧追越追越远 这个人的角力 实际在他之上 而且投了一段树林 已然伸投在林内了 江湖有焰 逢林莫追 这人子一进树林 就算丢了 牛河还不死心 他可不敢贸然进林 拿刀引住了身子 他准知了 这人呢 今天追不着了 但是呢 他还往林子里摸 他想查看查看 贼人的踪迹 到底他在何处乐角 转悠这么小半圈 猛然就听林内 深处有人密语 也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追这人 高台调清乐足 他拿这个树 引着自己 找好了藏身之处 摒弃宁神 摘耳系听 他就听啊 林子里这两个人 说话说什么 他一听啊 不是他追这人 为什么 这二位你别瞧 深更半夜 林子里聊天 聊的也是不可告人之事 但这二位呢 不惊不慌 不是让人追的呀 心慌乱跳的 咱赶紧的别聊了 后边又追我 没说这个 人俩聊人脸的事 刘鹤一听 反正准知道啊 这终点在林子里 聊不出什么 正经事来 这人呢 也绝非善类 总是本着一份 狭义精神 那我得听听 要有不地道的地方啊 我还真得伸伸手 这二位聊什么呢 也听不出啊 这个相貌年龄来 那听声听不出来 但是大概其听这二位 岁数都不大 声音并不苍老 什么身份可听得出来 就听那种有一位说 哎 我说五哥 到底有什么新鲜事 你倒跟我说呀 你瞧咱俩聊天这时候 聊天这地方 咱俩在这 我都问你多笨天了 你就是不说 你这个话还打算 瞒我多长时间呢 啊 这地位又没有别人 咱们弟兄敢说 是情同手足 不是亲生兄弟 但是胜似过同胞了 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就听那五哥就说了 嗨 我不是不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事办不成啊 也是枉然 那我当新鲜事听啊 是不是 你说出来 办得了咱们办 办不了咱们 作罢 也不逞这个能 我呢 心里明白明白 你要说紧着不说呀 非堵在心里头啊 第一耽误咱哥俩的交情 仿佛结着心了 第二呢 我这人啊 还有这么个毛病 这事要不弄清楚 不弄明白呀 说话不明啊 吃饭不饱 这叫炖刀子拉人 不如活没 咱这么办 你说说我听听 他就紧着秧 给这五哥让他说 这五哥说 嗨 其实这事要说出来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就是啊 那您说吧 你知道离地 三十多里地 有个张庄啊 知道啊 这张庄啊 进了这个北村口 头一个大门啊 就姓张啊 张庄姓张的居多 是啊 这头一个大门 这位张老啊 按说也是老标行 可是啊 在家里边赴贤多年了 人早就气阙江湖啊 这就是归田纳福了 就是享福 人家手里的这点积蓄啊 也够了 嗯 他怎么样啊 他还怎么样啊 他呢 跟我父亲在的时候啊 认斗 算半开面的朋友 我偶然一机会 我听说呀 张老家里头有口刀 这刀是狗宝刀 这刀啊 叫什么井 我就忘了 什么井 哪个井 就是水井的井 头了还有个字 这什么井 据说是 东汉末年传下来的 火 打汉朝传下来的 汉朝完了东西进 东西进完了之后 南北朝到了唐宋 这家伙多少年了 到现在咱都大清朝了 嗯 这这是 你见到了吗 哎 你还别说 别看我没见到 这刀听说呀 是孙权打造的 这个就传神了 咱们不知道真的假的呀 我仗着我爸爸跟这个张老呢 这不是半开面的朋友吗 偶然一机会 我是当面询问老头 他还实在 可就啊 说了 不错 我家里是有这么口刀 跟别人啊 不好意思说 这同的老贤职 你说呀 哎 我是可以承认 确实有这么口刀 当时我就说了 我说您呢 也不在江湖上闯荡 这口刀说实在的 您留着也没用了 咱们又有试交 这么着您看行不行 您说出个价目来 我听听我办得了办不了 我要是办得到啊 我高价 加倍的给您钱 您把这刀云给我得了 可有这么句话 君子不多 人之所好 您家里的好东西 凭什么我听说了 我就得给您要过来 咱们花重金买 不能这么说 算您赏我 皆因为这东西在您家搁着 形同一块碗铁 它没用 哦 五哥 那你说完这篇话 他怎么样 他给我回了 他说这个 他说这刀我没用 我还传辈儿呢 别看我下辈儿不习武 许我孙子练武 我给他 你说这不骂街吗 这不绕着弯着说我吗 人也不一定准是这份意思 是啊 我也没往那想 我一听他说这个 呃 这么着 算我租行不行 我花钱呐 租 我在外边凭这口宝刀 我闯闯自后 等日后您的孙男弟女 长大成人 我再还您了 张姐都不要紧的 张老一听这个 更乐了 他说什么 他说租 可不成 您这能为啊 拿不动这口刀 您得把我这口刀玩丢了 越紧比你能为大的 轻而易举 唾手而得 人是或偷或强 给得了去了 我广得你些个金银 那没地方学这口刀去 反正就这么说吧 好话说尽 越说越不成 这蝎子掉机窝里了 怎么遮都不成了 我呀 也是一时恼怒 我说了两句便宜话 我说张大叔 我说您这就不不给面 哦 做也不行 买也不成 怎么这都不成 我们练刀吗 您告诉您孙子也练刀 我们租吗 您说我们这能为不行 啊那行了 您加小心吧 我们练能的去 他别人打我手里 或偷或抢能得了去啊 他打您手里的 或偷或抢得了去 大概您也就服气了 说完这话 我也自知的这话呀 有点过了 果不其然 张老师勃然大怒 当时把脸往下一摔 小伙儿你怎么样啊 你还偷你张大叔我吗 好啊 你有能的自管来偷 我倒看看你有多的能耐 你有多的出息 嘿 行啊 试试吧 说完这话呀 他是拂袖而去 我那也有点后悔 我跟老头说这个干嘛呀 这不跟你瞎说话吧 他说到这儿了呢 你非问 我怕什么呀 我怕你向着我 你找这张老头去 就听那个人听到这儿呀 略意沉吟 五哥 济实话说到这儿了 那么这口刀 归其您想得不想得呀 想啊 想该怎么着 想该怎么着啊 嘿嘿 就跟您这么说吧 说到这儿我有点对不住您 嗯 你怎么又对不住我呀 我这真实身份呢 我没告诉您 哦 你是什么身份呀 我呀 哎 我 我 我是专能偷东西 啊 哎呦 兄弟 这话说到这儿 咱可别瞎说 交朋友这么些日子 您是小了呀 小了呀 那您把我可说小了 您说的那个 蹲鸡窝 隔着窗窝 拽人家背后 灶台上的 蹲人家锅 啊 在坟地里边 是不是 在坟头后边一蹲 蹲包头 放冷箭 打温棍 套白拉 要不然呢 弄快白布一蒙头 晚上吓唬人家装吊死鬼 这这个呀 这都是小子 走到马路上 偷人家钱包 啊 电车上头 偷人家钢笔 把那大筒钱啊 磨薄了 磨出刃来 拉人家皮包 洗人家 这个 都是小里干的 我不是那个 我这么一说 你还瞧不起小里 瞧不起 我敢说呀 横跳江河 树跳海 万丈的 高楼刃脚踩 日入千家夜 走万户 我有村房 跃脊 滚起爬坡 能够到人家屋里边 神不知鬼不觉 就如同拿自己东西 一样 那么样的方便 拿他们家的东西 咱们是大贼 你瞧你这话 说得够多么自豪 你瞧你说话 这副模样 撇唇咧嘴 洋洋自得 呸 关了 见个说了 不让我结交 你这样的人 牛河一听 就哈哈 这小五 就这五哥五哥的 还认得我师父 受过我师父的教育 这人 真认得吗 真认得 这人姓孙 叫孙友琪 他爸爸呢 也标行 要不怎么认得 这张老呢 他爸爸跟那张老啊 差不多 年轻时候 身在标行 哎 很能够卖命 无业不错 孙友琪呢 他在两三岁的时候啊 他父亲想收了 怎么 在江湖上走动 太危险 这么着 这才算 金盆洗手 可是这些年的积蓄啊 真说得出去 这个孙老头呢 还善于经营 回到家乡啊 可就没少买地 要敢这些年的风调雨顺 一下子 成了大财主了 你要是不插面的 都不知道 他原先是江湖人 他这功夫也没漏过 可是到底年轻 闯荡江湖的时候啊 多少的受过点伤 内外伤都有 年轻时候不显 一上年龄啊 逐渐这病可就来了 就在孙友琪十二三的时候 老头子呢 就一命呜呼了 没过二年呢 老太太也没了 孙友琪十五啊 可就涨家了 他怎么叫小五呢 他是 他爸爸的独生子 可按大排行他行五 他上子还有大爷 他这大爷呢 大大爷俩儿子 二大爷俩儿子 到他这呢 正好行五 他们孙家他叫小五 他这书为大哥 对的可不错 可就找他谈话了 说兄弟 可不是大哥 我惦记三叔这份家产 按说老哥仨都有钱 唯独你爸爸我三叔啊 这个家业最大 那是人家年轻时候啊 一刀一枪玩命 挣回来的 谁都动不动 可是兄弟你呢 这十五啊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挣钱难呢 要打算造钱太容易了 你爸爸玩命 挣回来的钱 我不能眼瞅着 到你这儿啊 都给祸祸了 这么着 我得替你管家 管家可是管家 我有谋夺人家产的嫌疑 现在呢 老爷烦的都没有了 我爸爸跟你二大爷呢 都没了 三叔也没了 咱只能把族里啊 村里头啊 乡老门请出来 这些个长辈啊 大伙儿做个共同的见证 一块欠字当证人 这家产我长着 然后呢 打这儿说你也该娶媳妇了 十五啦 咱们说亲娶媳妇 哎 多嘞说你有孩子了 为人妇了 你不知道玩了 不贪玩了 我就把这份家也完全还给你 大哥我别都不敢说 打我手里的绝对 只能给你增加 不能给你减少了 他也就是生死熟虑之后 才找孙友琪说的谜片话 孙友琪说行是行 大哥 我爸爸要没了呢 那您就是大家长 您有比我大那么些个 说实在的 我那个头大的值得比我还大呢 我是他的小五叔 我应当听您的 可这家产您要都拿走 我也十五了 一要钱伸手找您 一要钱伸手找您 也不方便 这么办您看行不行 所有的房产地母 我都交您 反正有啊 村里的这些人做宝 不要紧的 日后我娶媳妇生孩子 成家立业 您再还我就是了 这福财 我可就不交了 皆因为我被花着方便 他说不 大哥一听啊 这也合理 可就把二爷 三爷 四爷都请来了 哥四个联名 写这保单 这才把家里的家财 房产地气全拿出来 姓孙的长辈 本族的人就甭提了 就是村里头 知名的长者 请出来足够欺不为 大伙一听罢了 人孙家哥们够团结 不是亲哥们 书呗的 能这么信服这大哥 很不简单 大家伙都在这个 保单上啊 签字画牙 这事可就成了 孙友奇呢 倒是实话实说 家里有多少东西 一公道全拿出来了 房产地母都交大哥 自己家里头啊 就剩点福财 那也不少 老头有积蓄啊 老头有钱呢 这钱他花的够多痛啊 您赞十五亿涨价 那房子地本身也花不得呀 他花的就是现钱的 好玩意儿 留着自己玩 不喜欢的全卖 折成现银子花 这一来呀 当闲的个不少 一人花钱有限 你再吃再喝 吃不清 花不完 为人问你 一天就吃三顿饭 一顿饭就吃俩馒头 你掉链子吃烤鸭子 涮羊肉 能花多少钱呢 您就说现在 咱们您各位挣这钱 谁吃饭也不为难 跟过去不一样 咱家说在顿顿吃烤鸭子吃得起 谁顿顿吃烤鸭子 您拿我来说 我上礼拜出门回来 就这个回到北京这头一顿 老窝窝 擦馅 俩油饼一剁 大大的香菜 胡椒面 蒸饺 我玩齐个 这么大个 什么本 什么利 您听着这东西真香 熬点粥 就点咸菜 这顿饭就这个 我吃的味香 我算了算 加一块 石油剪本 这里边最贵是那俩油饼 您还别瞧不起这塑像 这俩油饼关键 那您说 我是回来来一顿 涮羊肉多地豆 是不是 他不想那个 所以现在都不愁吃喝 也花不了多少钱 你玩 你名牌 你喜好什么 你发烧 哎 你买的一多了 就差不多就够了 但家不如有人帮着您花 那就没谱了 家弄着你花钱 这大哥呀 就把这房产地幕拿走 也比较放心了 准之这家败不了 这东西都在我手里呢 那就让他花吧 都花干净了 这根没动就行 我绝对得起三叔 对得起这兄弟 这帮坏小子全来了 你别瞧他在十五 官称五哥 有的啊 你别看岁数比的大 还有管他叫叔的 叫小五叔的 就是哄着他一人说吧 小孩一有钱又得瑟 那天天摆桌 花天酒地 请他吃饭 他爸爸又把式 打得小的时候 给他窝窝窝窝窝腿 说拳脚怎么样啊 孙又齐啊 一下都不会 会打趟小拳 那就是花架的 他爸为了让他长个子 练身体用的 那要在他这帮哥们嘴里头啊 他是武术家了 他就能力大了去了 这帮人一上街呀 叫好了号一排站 哎 横着走 离着远的 这么便宜 离着近的 甭管得的岁数 过去端人一抖 男的也招 女的也斗 简直在村子里横行霸道 孙又齐这孩子 人性不错呀 倒没惹什么大祸 总而言之啊 不上一年 这孙又齐啊 养的呀 酒棍一成 眼里没人了 这天呢 几位喝酒 这酒馆啊 这掌柜的 是为少掌柜的 老掌柜的死了 带这寡妇妈 开这酒馆 这几位呢 吃完喝完了 应当孙又齐结账啊 这几位棒吃的呢 天天吃孙又齐 你再干嘛的人 也有拉不下来的时候 他们别敢不花钱 他们的话可说得大 五哥 今儿咋 怎么也该着 我们请一回了 拿话这么一填 可越说越真 孙又齐呢 绕不过他们 孙又齐每回呢 都说哎 花我的不要紧的 今儿孙又齐没想到 来救坡下 哎 也是 行啊 吃那么一顿 孙又齐一瞧啊 这顿饭没什么 你酒馆不是正经饭庄子 弄几个酒菜 哎 酒没少喝 就有点现代的酒吧的意思 啊 不为吃正经饭 哎 弄个什么 果仁啊 这个 不是我说那个 花生啊 外国那大果仁啊 这腰果是什么 肝果大饼 姓仁 哎 会不会喝 弄杯红酒 跟那摆样子 哎 几个人会找这个氛围 啊 据说那字念氛 不念氛 啊 我念好多年气氛 我现在不是气氛提这事 刚才那叫气氛 哎 叫氛围 嗯 就有点这一次 现代酒吧 过去酒馆也这样 打成这吃饱了 没有 这能花多少钱呢 他可就就不下 行了 只饶你们一顿 嗯 哥几个一听 饶我们一顿 饶我们一顿行啊 没钱呢 跟着孙又齐上街 这从来兜里不带钱呢 就是吃的喝的呀 这些年 孙又齐也当然有钱 这一年来的 天天棒吃棒喝 哄他玩 我们兜里从来没有带钱的习惯呢 这话已经说出去了 孙又齐说 然后你们一顿这会儿再说 还是五哥您话 这就寒正了 那中啊 有一小子姓白 叫白痴 白痴啊 脑子快 哈 行了 算我的了 嘿 记账 记账 他那意思啊 我先把账记上 孙又齐这面 我先围下来 背着孙又齐 我再跟哥几个 哎哎 这不能算我的 凭我的面子那会儿记账 你们凑钱把这顿酒账给人家就失了 他万没想到 这少掌柜的正为难 为什么 罚送老掌柜的拉点机会 这些日子呢 他不记账 他未要现钱还账 他爸爸在的时候啊 别的没留下 就这酒账本 留下两本 都是喝酒记账 他打小腻为这个 可这酒馆开这么些年还能干呢 就因为他爸爸这人缘 老掌柜这活的时候啊 睁一眼闭一眼 您喝完酒没带钱 先给您记上 又都认识跑不了 您能说因为我这一顿酒间 以后您永远不打这条道走吗 愣不从我这门口过 多绕一趟街走我房后头 您反不上 有这个话 打他这儿啊 他给自己定了一规矩 我得啊 兴利除弊 是我爸爸这 救的这一套不能用 眼睁又缺钱 过来了 您哪位说记账 白痴 一条大目光 单打鼻梁 我说记账 您几位吃好喝好没有 吃的还清 这酒不饱 没那么兑水 今天我们是陪着五哥 我们五哥说好就都好 我们几位啊 坐东 请五哥 我姓白 在咱们这儿也小小的是个人物 你许认得我 把账给我写上吧 您万打发起 有点事跟您几位说 说 这话可跟您说不着 但我实在为难 皆为我父亲呢 才故去 您看我没有 要不为这买卖 我都不应当出来 我身上有热效 就剩余寡妇妈 我们孤儿寡母不容易 欠的账太多了 杠房 棺材部啊 都有机会 这账啊 没法给您说 您哪位甭管 身上带着方便 您赏下来 我这儿啊 实在拆得不开了 说不着的话 我可以跟您说了 打这儿说 我这小店 不计账 这话按说呀 够明白的 但白痴一小 这不行 不计账没钱呢 像那个孙永齐 伸手一掏 都是把钱给了 不就完了吗 没想到白痴 为买这面子 拿手一捂 孙永齐手 干什么 别动 五哥 什么 不计账 这可就不对了 你爸爸活的时候 我们都计账啊 哪回也没该你们的 计账不是说没带钱 都是连有钱也计账 要的是这面子 你爸爸都不敢 不给白痴面子 怎么着 到你爸爸死了 换你 年头改良了 不计账了 你再说一不计账 我听听 这少掌柜的呢 他心里的有火呀 他爸爸死 您琢磨琢磨 这些是焦头烂额呀 怎么了 这少掌柜的 这少掌柜的又年轻 我 我 我店里就这规矩 我不计账 他还都呢 也搭着孙永齐 带着人多 姓白的这小子 这一年来的 帐孙永齐的势力 哼 他在当地 也混成人物了 他拿手哗啦 把这什么叫杯啊 底啊 哗啦往地上一扒了 那根几个身手 就掺孙永齐 干嘛 都配合的挺好 这把孙永齐 王齐 架一回首 哗 把桌粥了 少掌柜的傻了 哎 您这是干什么呀 我说了一句不计账 您翻不上粥桌呀 我这么家的小店 可挨不住这个 完了完了完了 愿我不对了 我给您记账不就完了 记账都不成了 可这会儿 他还来劲了 要说不记账 咱就不记账 白也不是没钱 今儿有钱也不给了 他仗着人多呀 打算白吃这顿 周安卓啊 他还来劲了 告诉你说 小子 今儿就位 给你立立规矩 别人来不记账 你白要我 打这来 不记账就不行 胆敢说不行 砸你的酒馆 老太太姐后的往外跑啊 是连哭怠诉 拉着少掌柜往后拽 别惹别惹 千万别惹祸 这喝酒不是他们一桌呀 大家伙一瞧 这不欺负人吗 人老掌柜在的时候 当然招不出这个来 这人老掌柜 没了姑儿寡母的 你们又没吃多少钱 这是干什么的 再说 有认得孙又齐的 知道他财助少爷 你带着一帮人 干嘛不给钱呢 大伙就要打抱不平 可是这些人呢 大家伙互相不太熟 你要呼拉一下 站起十好几位来 全向这少掌柜的 白痴这气焰也就压去了 有一人有俩人的 最多是哥俩坐着 真说一动手 他这带着好几个 打不过他 而且又有知道的 孙又齐 孙小五 他爸爸当年是把是 他别再跟他爸爸练过 真有两下呢 这还是孙又齐压的 要不然这白痴就动手打人了 越吵就越凶 要放火烧房 就听门外头有人搭茬 这谁呀 哎呦 我这些人都推懒 没串门 小酒馆没怎么来 咱们这又出人物自豪啦 大伙一瞧 行了 行了 一看呐 官也由外部进来了 正是筋骨侠 官斗 官酒 老建个卖部 往酒馆里这么一溜的 这少掌柜的呢 还真不太熟 他爸爸跟官爷认识 官爷有时 也酒馆找到爸爸聊回子 大家伙这是捅他 跟这老头说 跟这老头说 其实老头在门口 已经听明白了 卖部进来 这少掌柜的过来了 老爷子 他这不讲理 我们这不记账 他非要记账 记账也不要紧 别周周呀 还要打我 老太地瞧 官爷 哎呦了 爷子 我们那死鬼老头呢 是完了 没有了 当初在的时候 你们一俩就好 您给说说盒 说说说盒 那意思 您给管管 官爷这么一掉脸 孙又齐干净低头 怎么 官爷认得他爸爸 他爸爸老标行 竟带着他 给官爷拜年去 到那进门磕头叫爷爷 叫那个他爸爸 还高攀着呢 应当他爸爸叫爷爷 他爸爸指这孩子 进门叫爷爷 官爷说不出别的来了 那还怎么着 非俺叫祖宗 这么着 他爸爸活着还长一辈呢 所以他知道 这老爷子一来呀 今儿这个顿说呀 拖不过去 赶紧低头 这白痴不知怎么回事 白痴一瞧老头一脉不 干什么你呀 老头说您 是新进出的人物啊 我又没听错 是 白痴是 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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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姓官 我岁数不小了 今儿这事这么办 您不周桌 周桌不要紧 桌子扶起来 盘碗 连酒杯拿起来刷上 咱还能接着用 糟了点韭菜呢 咱就不算了 吃多少钱给人孩子 以后你们啊 别在这儿惹事了 让我岁数大 给我面子 结完账走人吧 结账 白痴刚才说话 和你没听见 这账不结 有钱也不给 你倒是有钱 是没钱的 你还瞧不出 白痴的意思了吗 好啊 关系一听啊 这就憋着白痴人来着 哦 那也行 你身上有没钱不要紧 算我的了 可有一节 我有句话不好听 不好听你也得听着 谁让我四十大呢 这顿 我结 你们哥几个吃多少钱 都算的 关老爷子我身上了 哎呦 你跟谁冲老爷子 跟你 可有一节 再在这门口 胡说八道 横打横吃 可别碰上老爷子 碰上老爷子 可就不是管 给你结账的事了 就得把你 其他的账都结了 我还有什么账啊 药费 打这说把你揍伤了 这报销还得归我 嗯 老头子 你自顾在旁边歇会儿 传着你的老精神就行了 怎么着你 那意思你还能把我打伤咯 大伙一听太好了 他不认得官爷 他认得官爷 一地稀 得了 老爷子 我们招谁招得了您呐 您是亲爷爷 完嘞完嘞 您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 都算我们的了 这兄弟算我们不对了 我们给赔伯仁了 来来来 哥就把桌子搭起来 大家伙往外一走 官爷就不管他了 下回见官爷绕点远 不就完了吗 那这顿打他妥了 他不认得官爷 号上那几个呢 一把没拦住 他一边说呀 晃着膀子 他可就过来了 就冲官爷的命仰手 官爷就微然 怎么一皱眉 怎么 你这怎么打 你说说 官爷心里话 我是见客 我就这两句话 愣没把他唬住 他还要打我 说官爷想得了那么些 想得了啊 他动手多慢呢 都是打人 那见客动手 打神认真 二十多招就出去了 他这都是慢动作 在他一仰手 官爷一看呢 自己在这中间 能打得七十多下 哎呀 我也没法打他呀 官爷微微让实 拿俩手 一蹬他这好袖子 往外就这么一扔他 啪啪一下 顺屋里 就给拽出个屋外的去了 可万没想到 大家伙嗷嗷一掌 哎呦坏了 官爷惹祸别出人命 怎么 这小子摔的门外头啊 趴那不动 官爷也一惊 嗯 这可没有 这这祸惹的 这我能贪人命吗 可眼睁趴那不动了 官爷说别慌别慌别慌 别瞎着 哪儿就人命 我嚼嚼我嚼嚼 老头子脉步出了一桥啊 不错 还真死过去了 这小子糟点 官爷也恨他 今儿这手头啊 稍微不太准 这劲儿稍微啊 使大点 这门槛一扮他呀 他往外一摔 是平着摔出去 扑击往地上一拍呀 震动五脏 闭气了 闭气可是闭气 这你要不管他哥这 就不死重伤 他这气闭住了 血脉不动了 这得怎么揪啊 这要么当时针灸 可是官爷又不会 一失又没有 官爷伸手啊 把他鞋扒了 把袜子也扒下来了 拿他这鞋 攥着这鞋脑袋呀 拿着鞋底 照着他这脚底线 啪啪啪啪 就这么一抽 大伙一抽 这很难点 已然死了 您怎么还打死尸啊 什么刑法呀 这叫鞭尸啊 一个小地痞 这么大剑客 也不至于这么恨的呀 一下摔死就完了 怎么还出脚印呢 拿鞋底子 啪啪啪啪啪 就这么一抽 眼瞅白痴 这小子顺嘴角啊 这鞋可就下来了 他这血脉可就动了 啊 活过来了 官爷拿手一指 孙悠奇身旁这些人 打扰他 滚蛋 大家伙如得摄旨 七手八脚打起来 白痴要走 孙悠奇跟着低头往外跑 官爷伸手一毫多拨领子 站住 爷爷 站在这别动 走吧 啊 诸位乡亲 没事了 没事没事了 那小子也没事了 到家里啊 找个差不多的大夫 稍微给他调养调养 就算好了 把这桌子扶起来 你也别这戳着了 让你们老太太回屋 给牙一惊 把这地都扫了 给我端点韭菜 老爷们你坐这 甭害怕 陪爷爷喝点 哎 孙悠奇不知如何发乐 往这一坐 也不敢动筷子 吃啊 我吃了一顿了 不吃喝点 我酒量有限 酒量有限 你的胆口不小 爷爷我错了 说别人说不着你了 爷们我可说得着 你既管我叫声好听的 我就得管 甭说你爸爸不在 就你爸爸在 连他一块管 这您说得起 那么大一份家产 吃不清 花不尽 跟着一帮子 无理由天天在街上 干这个 你可就算是毁了 是 我大哥也那么说 你家的那个钱 怎么样啊 都在我大哥那管着呢 这是你们孙家有德 小的 有什么为难招宰的事情啊 找爷爷我说 打这说小好 别跟他们一块玩了 听话吗 听您的话 您放心 我知道不不好了 不急了 哎 那就行了 老头子说完话 一伸手 又都得把零钱拿出来 好 各位各位 给各位啊 压惊了 今儿都算我的 今儿都算我的 就拿出这把银子来 在盖子米小酒馆有富裕 说那得多少钱 就没多少钱 哎 这把碎银子十两八两的 这一小酒馆一年也未准卖的出来 上掌柜的千关万戏 您替我管闲事 以后他们要上我这捣乱了 我找我去 找我去 你爸爸跟我有交情 没得说 这不叫事 那姓白那小子 他不敢了 他不敢了 这是我们的孙伙计 跟你这捣乱了 行了 我们俩走了 走半道 去上家去吧 见着你家里的长辈都替我带好 是咯 官爷这事管多了 孙友琪到家怎么样啊 孙友琪到家 还真就不理白吃这帮人了 再上家来找来啊 也不跟他们出去玩去了 这般来几回碰钉子呀 自觉扫得红就不来了 哎 你就得说孙友琪这孩子不错 可是呢 他呢 知道他爸爸这几门亲戚朋友 逢年到节啊 该串还串 这天呢 正是冬定天 下着雪 他呢 出门扫雪 一瞧地上趴个人 这人可没冻死 哎 还有热乎气 他喊家的人把这人就搭回来 一碗热浆糖水下去 这人活了 啪天就给他磕头 孙小伙问他 你姓什么叫什么 怎么趴过门口呢 还您不知道 我在飙行 我碰见仇人了 动手之际 我打不过人去 我身上带点伤 走着您这门口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趴在这死过去了 要没您出手搭救啊 动也动死了 哦 我找大夫给你瞧瞧 那就更好了 孙永吉拿钱啊 要给请大夫 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姓李 叫李华 李华可没说实话 他是大贼 他不错 是受伤了 他是碰上侠客了 他晚上出去偷盗 碰上有名的侠客 一动手 他不敌一跑 这位一追 他腿还真快 跑到孙小五家门口 他趴在这 孙小五把他救了 李华倒是知恩图报 但没说实话 就说自己身在标行 可是跟孙小五俩人啊 这就形同莫逆 他伪装的很好 孙小五一直不知道他是贼 您别看这贼 他跟白痴那帮人不一样 他不打算吃这个孙又齐 老跟孙又齐说 对机会我怎么报答报答你 孙又齐说你报答我什么呀 我家里多双筷子事 你伤养好了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你不在标行吗 对不对 你在标行你有你的事情 你受伤完了 回去你该上班上班 该工作工作呀 那不行 我得报答你 那你要非报答我也行 我跟你说 当初我爸爸也标行 我爸爸死得早 我爸死的时候我才失了岁 后来我妈也死了 这些年呢 我交了些个不怎么样的朋友 我有一个长辈教训完我 我也不理他们了 眼看呢 我这娶媳妇生孩子呀 这以后就练不成武了 你不有点把识 要么你交我两招就算你报答我了 李华行那好啊 那咱练吧 俩人树林里练武 天天晚上练 这一练上武啊 孙永齐个就动心了 我干嘛非得仗着我这官爷爷救我呀 我自己要有把势 闯出字号来 不比这个官爷爷强吗 他也不打哪听说呀 张老家有口宝刀 张老家这口宝刀是东汉末年 孙权所造名曰漏景 漏景宝刀啊 竟听人说没人见过 打这说呀 他找张老去了 一问张老还真承认 因为跟他爸爸认识 他一提买刀 人家拒绝了 他租也不行 现在把这话跟李华一说 李华这才暴露出自己真实身份 我是贼 那交朋友说你怎么不说呀 你把我救了 我不好意思说呀 怎么办你看行不行 你说 这张老啊 他不是保镖的达官吗 我上他们家去 把宝刀偷盗出来 刀归你暗算我的 可有意解 我想办法弄一笔钱 也不用你弄 我还把这刀价钱给他送去 他要买账 自此一了两了 咱们各自方便都落行 我的人情也还了 我这条命是你救的 他要是死去白咧不乐意 你拿着这口刀你可别露 藏在你家里的深埋 这按我背上我跑 他逮着我算我倒霉 他逮不着我 多少年之后 人死暗消 张老也死了 我也完了 这事就没人知道了 那会儿你再仰仗这口宝刀出事 你不认得官老江哥吗 认得 他会练刀 你拿着刀找他消息 你进门跟你官爷爷说 想凭此口宝刀扬明天下 只要老建哥不死 他准教你 把你培养成人了 我呢 就算是报答你的恩情了 嘿 孙友奇 孙小武一听 我这一辈子呀 灶火不小 竟有贵人相助 小时父母又我的家境 环境很好 别看父母 双亡 我是十几岁上 就是孤儿了 可有一节 树北哥哥们对我好 替我长着家 外边惹祸 你有官老建哥照应的 都知道官老建哥是我爷爷 没人敢惹我 交这么一朋友 是大贼帮我偷刀 那那么说行 可有点对不起我爸这朋友 对不起张老 你为得这刀 咱可就管不了他了 另外咱不是不给他钱呢 那这样 钱我出 那咱们再说 我先把刀倒到手 你可不许伤人家 另外你们这贼进去了 人家里的有男有女 我不知道 到时候你别裸造人家家人 您放心 我绝对得住你 俩人商量这片话 鱼龙变化 牛和牛保元 在暗中听一满针 牛和一听 你们俩也配 到张老家呀 你们把这刀倒出来 搁在你孙小五身上 也不配 你练不了 这口刀就算糟了 我也没瞧见过漏井宝刀 我这刀也该换 想我牛保元 身在老师家数日 为什么站不过这帮人 我六十多岁的年纪 江湖上闯荡出自豪 我牛和牛保元 两位剑客的门徒 我不够剑客身份 为什么 我缺少一口保兵人 得了 孙小五李华 既是话说到这了 我暗中跟随 我呀 有你李华手里面得这刀 你没拿 我先拿得到刀之后 你栽完这跟头 你就死了心了 我再找张老说去 张老要不同意 我找我师父 关老建国找他 这口刀 花多少钱买 要我牛和带着 比在你孙小五身上 带着强之万倍 张老要知道 这这口刀 乐在鱼龙变化 牛保元之手 恐怕也不辱莫 这口漏井宝刀 牛和想在这一琢磨 且看他二人动静 俩人在树林里 不商量好了吗 这会天还晚 咱们还是说动就动 你带我上张去 走 打这说孙小五 瞅着跑李华后边跟着 牛和在后边尾随 勾奔张端 张端一进北口 头一门就是张老家 你在外边给我听点 我把刀拿出来 回你们家 刀交给你 你可深白 自此我亡命天涯 你就别管 这人钱我可就还了 行嘞 这孙小五哪当过贼呀 蹲得人家墙根 这东西不是他偷的 他都哆嗦 他不是那孩子呀 他信的话这还跟我爸爸有交情 我弄一大贼偷人家 哎呀 这刀真偷到到我手里保住保不住啊 俩眼呢 不够用的 往外紧瞧 这可就瞧着李华的能耐 李华初次来并没踩到 胆子可真大 低了腰越墙而过可就进去了 这牛和可就不能管这孙小五了 跟着李华踩着他的脚印 可也就尽了张端 到张端一瞧啊 李华呀 你偷不了了 怎么 满院子室屋子全亮着灯 张家一家子没睡呢 干嘛张老啊 盯着孙小五呢 敢孙小五说完这话呀 这张老动心了 晚上召开家庭会议 三进院子 屋子里全点着灯 没人也点灯 干嘛呀 这贼一瞧点灯 他就不敢下来 明灯亮火怎么偷人家 再一瞧啊 二道院啊 人影晃动 有声音传珠 基本张家人都在二道院 这李华呢 爬坡滚挤挤地奔 二道院在东厢房 他可就趴在那 他一瞧 李华趴在东厢房了 自己要在西厢房上趴着 趴让李华看见 他在二道门门楼 也就这倒座南房 这房坡厚多一趴 且看李华动作 就听啊 张老正跟家人吩咐 前后院灯都点亮了没 老爷子都点去 您这是干嘛 干嘛呀 这孙小五把我气了 我跟他爸爸还是朋友 你们哥几个 今晚都静点 咱们可都练过 这跟着我栽不起 告诉你们 金盆洗手 这口刀我是不能再动 要不然我手擎宝刀 坐这儿 我看什么人敢来拿我这口刀 漏景宝刀传到我手里的不是一袋两袋的 打这儿说 我得守得住他 老爷子 这刀您搁哪了 嘿 我搁刀这地方 他万想不到 搁哪了 我就搁到后院的房坨上的 就是三多院正房房坨上 就在那儿呢 那屋咱们搁几个人 一个人崩搁 他想不到一口宝刀啊 明晃晃亮堂堂就在房坨上扔着 咱们呀 搁屋都把灯点着了 分好了班 前后夜睡觉 张老这儿还说呢 李华一听知着准地方了 那我还愣着干嘛 李华可就奔后边三道院了 到三道院一看正房 行了 空无一人明灯亮火 顺房沿往屋里一翻 就他这身子往下一翻这街 屋里刀灯一黑 李华心知不好 再瞧后窗户 人影一晃 有一人后窗户出去 他由前窗户进 村的房坨上 拿手一摸空空如也 就知道有人走到他头了 书中代言可叫牛河牛保园 牛河牛保园听完了 张老说这句话 再看东乡房人影一晃 知道李华要动 牛河可就不等他了 牛河的能为远在李华之上 杰族仙灯来到了后的三道院的正房上 顺后窗户进去 伸手房坨扔一摸 可就摸着这刀了 把这刀抢在手里头 不知好坏 就拿手一颠着粪力 就知错不了 顺后窗户窗户出去 李华在后不一追牛河 新了话说 小子你追吧 越跑越远越跑越远 跑得差不多了 这李华呀 没有了 他把李华甩了 你怎样的 跟这孙小五交代 这个张老家丢刀的这个官司 你慢慢打去 这口刀先到我手 我回家呀 见着我师父在说 我把盗刀知识跟我师父说了 让我师父领着我 再上张老家说这刀的事 牛河想着这一瞧 人已经没了 半道上我瞧着这口刀吧 把这口刀顺在手里 刚要伸手拉 就听头了 林子里有人断喝一声 呗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在 要想打死过 留下买路财 小子 乖乖把宝刀留下 放你过去 啊 牛河一听头 还有截刀的呀 什么人大胆 就瞧啊 树林里的四六不六的出一位 牛河一瞧他 嘟了 怎么 花唇 背背一对路去吧 从树林里出来了 嘿 我兄弟 没有这么闹着玩的 谁跟你闹啊 你这么大的侠子 怎么偷人家 你 你怎么知我偷人家 废话 你在树林里听 我就没在树林里听啊 我瞧你一晃肩膀 你顺屋出去 我就跟着出去了 这人跑得真快 咱俩合着把这黑人都追丢了 嘿 还别说 这位脚力够快的 两位老见过没出来 还在屋里呢 我跟着你 我想瞧瞧 我一看你在树林里的贴着一棵大树 我在另外一棵树后的听 我也听明白了 合着人家要偷刀 你跟着 杰族先登 你把这口宝刀漏井 先拿在手中了 哎 我呀 在树林里头 跟您相会 得嘞 哥哥这刀怎么办 这刀怎么办呀 兄弟我跟你说实话 我可是把刀回去教老师 这是实话实说 让老师领着我再去找张老 这口刀烙到我手里呀 总比烙到孙小五手里强 说他死去白咧一再不肯让 也不埋健康面子 我师父去也白搭 那这刀啊 咱们算白偷 到时得还刀也就是了 江湖上啊 咱也不为难这李华 告诉他 有高人比得高 惩戒于心也就是了 让孙小五啊 见着老爷子 把这事说清楚就是 因为他认得我师父 对 罢了 我还以为你真要偷人家刀呢 这你回去要不跟 老爷子说可不成 那哪能啊 说可说 咱哥俩先把刀拿出来 赏完赏完吧 那倒是 说着话可就把偷来这口刀 插往身前的密痕 连刀带翘在手里捧 插一下 牛河脸就变了 花唇一瞧 拽一瞧啊 怎么了 不是 说话呀 这是我师父的刀啊 你师父刀啊 这是金骨侠的刀啊 他别的刀不认得我 师父这刀我能不认得吗 是 是吗 你拿过来 我瞧瞧 牛河把刀往前去递 花钱把这刀就接过来 花唇一瞧 他跟官爷不太熟啊 他官爷拿什么刀 他不知道啊 这不是漏井宝刀吗 宝刀是宝刀 这是我师父的刀 不是漏井啊 他我认别的刀认错 这口刀我能认错了吗 哎 什么东西怕配对 他天下这宝刀就许有一对 你师父这刀跟漏井长一样 也是有的 把刀拿出来看看是不是 说着话 俩人月光之下 大摩挺中慌 插灯之线 眼前就是一道白光 这一辆刀啊 牛河一拍大腿 嗨 没错了 这是我师父的刀 你认准了认准了 呦 谁把你师父刀摆得张眼 调包把漏井宝刀拿走 让你把这口宝刀倒回来 那家里头 官老见个刀已经丢了 那应该是吧 那咱家去吧 哎 俩人宝刀魂侠 兄弟你在我后头 你别紧着跑 你在后面跟着我 他自己有一口刀啊 他抱着这口刀 他怕有人打后头 再把这口刀拿了去 牛河就知世上高人太多 把这师父这口宝刀夹紧捞 兄弟在后面看着 哎 错不了 两个人往前一塌腰 天没亮跑回来了 到关键埔 俩人叫开门进去 就听里边有人说话 哎呀 老关 哎 可不是老懂我说呀 我这铁球是在外头丢的 您这刀可是加了丢的 说您不在家 什么金抖银抖铜铁抖 来什么抖 他上你这闹来 您脸上不寒碜 为什么呢 他你不在家 他们才有这样的胆子 他你一回来 为什么他不敢来了 他们是惧怕于你 你有剑客之威名 可有一节 这刀一直在您身上挂着 咱俩走一道 他也没丢 怎么到了您家 他反而会丢了呢 可话又说回来了 我老懂跟着一块栽跟头 眼睁睁瞧着 您这口刀就没了 这跟头还不算你一人的 也算我的 好在我栽跟头不是一回 铁球都丢两回了 连你这刀就三回了 我是皮肚 我也知你心难受 习惯了就好了 顺声音花唇牛和俩人 往屋里一走 一瞧 关于那脸的我清了 再瞧关于 苍梅稻树 哄云争咬的后曹牙 往这一坐就要听着 懂钱这话呀 那真是拿那小刀扑扑 扑扑扑 一刀一刀往心里扎 哪刀冒的都是滋滋的滋血呀 咬着后曹牙这恨就甭提了 再一瞧啊 门外的这俩人探头探脑 往屋里一走 你们两个人哪里去聊 他拿孩子撒法子 那花唇是二贱个徒弟 他说不着 就冲牛和这么一瞪眼 趁你不在家 把他刀丢了 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淋了淋了 这根头栽的 我活不了 牛和说 师父您别去 您干嘛去 牛和心的话说 我师父死不了了 师父师父师父 刀也是身外之物 您玩一辈子刀了 是不是 这刀丢不了 咱找 我上哪儿找去 这人能为绝在 我们俩之上 总监说 就是你一人 你甭拉着我 这会儿你想起我来了 师父甭着急了 您看看 这是何物 说着话 双手捧刀 钻刀头 线刀半往前 这么一地 官爷探背 你往一伸手刷拉一下 就把自己趁手冰着这口刀钻在手中 啊 啊 从何而来 牛和说 这这 您别着急 您把刀撂下 就把张庄 盗刀这个事情 跟二剑哥 咱们一说 屋里这些人一听 坏咯 好厉害的人物 盗走官爷的宝刀 故意惊动人 引动牛和等 到树林里头 听张庄这档的事情 张庄换刀 偷梁换柱 他把漏警宝刀 得在手中 又假借牛和之手 还关于这口刀 不为了盗刀 就为斗气儿 让你董官二人知道 世上还有高人 就听完牛和这篇话 饶是镇骨侠 董钱金骨侠 关斗俩人面面相去 是目瞪口呆 看着这口刀啊 傻了 一百多岁 一辈的江湖 没害怕过 这回愣含糊了 老董妹 兄弟 不玩了 玩不起了 哎呀 在家里眼睁然 把刀拿了去了 什么剑啊 扯燥了 算了呗 反而我已经到家了 这回小子金斗 这种折腾啊 把您弟妹啊 也吓得不善 这辈子 关斗 再不出事 我忍了 啊 啊 兄弟这话 跟哥哥您说 还不是瞎话 这是我心了话 我万没想到 就凭我关斗 世上还有能在我不知不较之情况下 盗去我趁手防身的兵人 借我徒的手还给我还回来了 大千世界 无其未有啊 能人背后 有能人啊 咱们枉称剑科二字 自此江湖啊 不铁吧 董燕让他这几句话说的 顿生垂老之心 心了一番个 关斗 这话你能说 我不能说 为什么 你刀是失而复返 我那铁球还没找着呢 难道说 倒刀倒球是一人吗 那说不准了 那我不知道 反正这刀啊 我是拿回来了 哎 我还得带着徒弟上趟张庄啊 你听牛河说这话 人家姓张的那家丢了漏井宝刀 事出有因呢 因为咱们这人是为跟我斗气 偷人家一口宝刀 孙小五好办 那是我的晚辈 这至于什么李华呀 江湖有再见之日再说了 我先把张家安抚住了 我还得给人家找人家的刀去呢 您这铁球啊 算了吧 董爷一听 这辈子你不行走江湖了 我不陪着您了 哎 董爷听完一摇头 这是从哪里说起 抬头这么一瞧 这几位啊 脸上带出那个神情巨都惨然 一看百岁挂灵的金骨霞 一时之间心灰意冷 沮丧至此 谁也没想到 老爷子拿刀后边歇下去吧 白龙 侠女 金骨霞说我陪着老太太 花子把 说走咱们陪着老头聊会天 开开心 哎 你们跟官老说 我来个不辞而别 老弟兄啊 相交一生再见无畏 我再见 我跟他说什么呀 他一生退隐江湖之心 这个年龄人还有什么看不开的 我在劝没有用了 我走了 花纯说这么办 哎 大爷 他是江二建国徒弟 大爷 我跟您走得了 我在他们家也没事 咱们上啊 马斯建国家去 只会是因为我在人家里头待了些日子 另外呢 我想跟您在江湖上闯练闯练 也好 那你爸爸呢 我爸爸就别跟着了 他那腿脚哪跟他上 咱爷俩呀 花四八爷过来了 师爷 要不然您就 带着我们这跟前的 好吧 爸爸 那我就跟您师爷 我大爷走了 你快走吧 打这说 董爷 带着花唇 可就离去了关宅 爷俩上哪去呀 花唇就得听懂你的 大爷 咱们奔哪啊 奔哪啊 河南府不仁 巡抚温良 私通江南巨英山 咱们到他的巡抚崖走动走动 暗含着房仿道求道刀之人 爷们你看如何呀 我全听您的呀 投了这大阵点呀 我熟 这有一间清真的饭馆 老师 我得随着你吃啊 叫西玉轩 哎 这地方我来吃过 有很不错的厨师傅 据说是从北京来的 那炒出那个菜来呀 要说北京的饭馆 也就这味的 这样 老爷们 我算吃您 大爷咱们西玉轩来一顿哪 好啊 爷们俩行说行笑 就走到西玉轩门前了 一瞧这清真饭馆啊 还挺讲究 两人进来 一看呢 人并不是特别多 三三两两 东一桌西一桌 爷们俩啊 可就坐在这儿了 皆因为是清真饭馆 并不卖酒 爷们俩也懂这个 也就没点 随便要了两个饭菜 把饭要上来 人俩就吃饭 吃完饭要结账 说好了董爷花钱呢 董爷结完账 站起来往外一走 就听花唇一声大喊 大爷 别忙 董爷一回头 怎么了 我 说话 我的军人包袱没了 啊 董爷一听 你搁哪了 他说就搁在这板凳上 这桌子四方的 四面板凳 您的包袱 在这板凳上 咱爷俩对了坐的 我的包袱在这搁着 等于是在爷俩中间搁着 没了 没了 找着 找了 爷俩低头 围着这屋这么一转 花唇的军人包袱 一堆陆绝棒 没有了 董爷一瞧 这是扎什么 诚心呢 这是 偷刀还刀不算 还得再含着含着我 非把我懂钱挤兑的 也回家闭门不出了 这算一战 够狠的呀 大清国护国四的剑客之首 镇骨霞董钱 这跟头一栽栽栽 我呀 我不学关头 我不活着回去了 我跟你拼了 爷们 哎呀 我这陆绝棒 是我师父给我的 我这棒 别哭别哭 漏经宝刀 我的铁球 加你这队棒 都着落在我的身上 咱们先去巡抚崖 还去呀 我没兵人 我也没兵人 走 走 有人两个 这才够奔河南巡抚崖 来到巡抚崖 这白天 白天略微微的 这个巡抚崖 转悠一圈 才好了到夜晚之间 要去访探访探河南巡抚 温良行动 两个人越墙而入 来到了旁院 看见一个月领门 这个月领门上 荆棘独立 晃晃悠悠 站着一个人 脸儿冲着里 背对着外 不知道他的年龄相貌 就看这个人 身穿紧傲 身雷失败 背后 明晃晃 晾汤汤不由的花船一愣 是斜插一对 露绝霸